如果爱情有段位的话 这绝对已经达到荣耀王者级别 明明知道是死却让人义无反顾 就在三五个钟前 一根两米二六的绣花针从天而降 好巧不巧就击中正在打鱼的嗨老 剧烈的疼痛都将他给打猛逼了 在水中挣扎了许久才站起了身 凭借顽强的意识艰难回到岸边 可刚站起身剧烈的疼痛再次醒来 脚一软又妥妥摔入了海水里 此时家里的医人正在等嗨老回家 想到这里身体一股热流洗满全身 用尽了洪荒之力再次站起了身 他开始怒吼老天为何如此对自己 下一秒想要凭借双手拔出绣花针 剧烈的疼痛感如同洪水猛受感谢 海老不得不放弃这种自救的行为 就连呼吸都感觉空气中有无数百利人 此时家里的娇妻是他唯一的牵挂 在评论区输入抱抱自己 就可以触发神奇的特效哦 振作起来的海老往家的方向走去 来到了熟悉的街道与熟悉的码头 看着急迟而来的地铁 海老终于闪现到了市中心 看到一群山地车爱好者从身旁路过 他真的好想再见自己亮七最后一面 来到电话亭的海老拿起了电话 遗憾的是妻子并没有接到电话 无奈的他只能放下电话继续往前走 思念暂时战胜了身体的疼痛感 飙机等待的西施看到未接电话变得心慌 心中貌似莫名其妙有种不详的预感 而这时海老已经来到繁华的街道上 路人见到这一场又诡异的影 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发朋友圈 他在酒吧里又给亮七打去电话 谁料命运再次让两人完美的错 海老的意识已经开始变得模糊 于是就往伤口倒下了一杯二锅头 剧烈疼痛感让他打了一个尿阵 随着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 拍下的小视频已经冲上了热搜 都纷纷跟在海老身后开始现场直播 此时西施依旧在焦急地等待着 眼看海老已经到了小区的大门口 太多围观的群众让他举步难间 搞得他绝望的像怒尸般嘶吼 随着电视的吵闹声越来越大 察觉到不对劲的西施才过来查看 才知道海老已经出了意外 他发疯般夺门而出朝着海老方向小跑过去 通过阳台已经看到身受重伤的海老 西施见此早已不知所措 海老眼神坚定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除了妻子仿佛世界已经不重要 西施一步坐两步跑下了楼梯 很快就闪现到了小区楼下 海老见到妻子露出欣慰的微笑 西施看到这一幕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想起两人早上才刚刚说了再见 如今再次相见却要面对生死离别 海老看着跑过来的妻子停下了脚步 生怕身上绣花针会伤到心爱的西施 谁料下一秒妻子根本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 直接义无反顾扑向了深爱的张怒 海老深情看着自己的亮气 他因为深情千里忍痛迈奔赴 而西施却因为情深怨赴死献上深情义无 如果一个人奋不顾身奔向你时 而恰好你也想热烈地回应他 请势必珍惜当下不要互相而错误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